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你 我連你的身體我都亂來碰 你說他嗎 夢想在手上要讓我一百倍 那你卻像個屍體一樣 又有又冷 清清清清你醒清清 彤彤 嚇死我了我還以為你出事了呢 發生什麼事了 你不是約我去跟賀層祈福嗎 結果 結果不小心轉到前面這輛車了 祈福 彤彤今天多少號啊 阿七月十八怎麼了 七月十八 我居然重生了 顧明銳 那不是賀騰的死對頭嗎 我十八號結婚 你敢來搶婚嗎 這不是清晨的孟大小姐嗎 這孟 難道你喜歡上我了 是 清清清 你幹什麼 孟小姐 我覺得你應該去醫院 檢查一下腦子 來 醫藥費我付 就當聘禮了 全京城所有的男人 都想取得夢大 County 的確是有點意思 庶明睿 只要你敢來 我就敢跟你走 好 談 這 十八號劍 哎靜靜 你在幹嘛耶 他可是顧名率超級渣男 你放心 我很清醒 那何彤呢 你能讓他陪神仙劍你吧 你這樣 可算被遣出軌 不要錢 我就是個臭小子這 靜靜今天玩的開心嗎 還行 聽說你們去祈福了 有沒有為自己求一個早晨貴子啊 戀愛十年 你餵我吃了十年的避孕藥 戀愛十年 你餵我吃了十年的避孕藥 想嫁著我喝酒 就能把身體養好 快 喝下去 我不喝 喝 吃了很久 我才知道那些藥明明就是避孕藥 喂清清 你累了嗎 清清 既然你都想好了 那我也不多出去 我 我相信你不會叫他 彤彤 你相信我 我做這些都是有原因的 而且 只好你還沒有死 彤彤 彤彤你嫌嫌彤彤彤 什麼 我死了 竟然 腦子沒傷到壞吧 還好 現在一切都還來得及 晶晶 你不是接河腾起不去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太好了 爸妈也还没有被河腾害死 晶晶怎么了 你这眼睛怎么红红的 爸我想回婚 是吧 我到今天才知道 河腾根本就不爱我 他跟我结婚 只是为了我们孟家的财产 我知道我这样说很突然 但是请你们相信我 晶晶 这好端端的 晶晶 我知道你从小到大 做事都很有主意 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 爸爸和妈妈都会支持你 只是 你现在提出毁婚的话 对你的负面影响很大 爸 你放心 下个月大婚丢脸的 只有他们贺家 老板 帮我看一下这张卡有过度吗 稍等 你好小姐 您这张卡是清承最高级的IP 没有任何限制 顾明锐这个男人 还真是如传闻中的一样出手大方 帮我把那些都包起来 顾总这谁又打扮那个女人呢 看样子啊 没什么出血吧 送一点礼物而已 再说了 对了我会得打扮你 老婆 你老婆 对了我之前忘了告诉你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什么 你又结婚了吗 你到时候啊 别忘了给我送份子钱啊 我先走了 你把单解一下 哎 你又结婚了 别走 妈 把话说清楚 他又结婚了 他老婆是谁啊 孟小姐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是我给你的医药费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应该也跟你说过 这张卡我就当聘礼了 你就这么刷了我三千万 放心 我不会让你这三千万白耍 因为 我可以帮你除掉贺家 帮你除掉世家之路上的半小时 你应该庆祝 我选择站在了你这边 而不是贺腾 都说 你跟贺腾情投意合 非常地慢 为什么突然好端端地找我工作 我有点受处的情感 婚礼那天你来 我让你看到我的诚意 好 我没记错的话 旁边那个女生 应该就是叔叔孟方天的私生女 孟娇 来求爸爸她安排进公司 这个孟娇 可不是省楼的灯 进了公司就作威作福 把公司搞得乌烟涨起了 唐姐你来了快坐 我跟爸爸突然来打扰 唐姐不会建议吧 上一世我怎么就没看出来 你这么会演呢 唐姐你可不可 来喝杯茶吧 我的手 晓晓 没事吧你 我没事 唐姐也没事吧 唐姐 干什么呢 爸 没事 我知道是唐姐一时没拿闻 她肯定不是故意的 这是爷爷生前最喜欢的茶具 你现在把她打碎了 你赔得起 不 不是的 明明是唐姐刚才拿闻 还想变 果然不是孟家胜的 一个拿不上台面的私生女 就你这样还想进孟氏集团 孟芊 说什么呢你 还不知道是什么顾三不四的人养大的 除了装可怜什么都不会 嗯 好了 虽然是爸生前留下的 但如果想偷懒人家 也不想因为一个杯子 闹得家里就不够迷快 晴晴你没事吧 孟娇 你看 这手都烫红了 你带孟娇到医生的头里头里去吧 走 这 今天怎么这么霸气啊 没有 我就是突然明白了人山被人欺的道理 还爷爷的生前之务 坤你小子出来了 喂瞳瞳 喂 琴琴 明晚有个慈善晚宴 让我来邀请你 我知道你平时不爱去这些 但对方一直坚持 那我还是帮你回去了吧 我去 啊 你去 对 我去 秦秦 你平时不是不喜欢这种进程吗 妈 我觉得 我以前一直太柔和了 这才被有些人给利用了 你们放心 我以后 一定好好守护梦见 你啊 看来是真的长大了 就跟我去坐吧 爸爸妈妈 永远支持你 河总 别这样 又是孟小姐看到了什么的 孟青 就那个书该的死 都是不会的 讨厌 河总 孟青 他怎么来了 哎 清清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一向都不演参加这种 河总 你没事吧 很疼 清清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 就是看到你跟其他女人 我不开心 你 姐姐 你误解了 我给你误解了 这才做的刘秘书 所以刘秘书这么亲密的挽着我的未婚夫 也是因为工作 还是你觉得你比我更适合站在我未婚夫身边 莫小姐 莫小姐 你误会了 你平时不参加这种活动 都是我陪着喝酒的 你是在说我不够大度 不 不是呢 莫小姐 是我女朋友 下次 下次一定不敢了 别紧张 我没别的意思 你这么优秀我也得变得更好呀 啊 谢谢 不行 我一辈子也好 我知道 你和这个事我真的很开心 走 赶紧见见 河腾 刚才只是开始 你对我做的 我要一点一点还给你 孟清不愧是我们京城的第一美女啊 以前还以为是传闻呢 她从来没有在工厂弄义 我也是第一次见 之前还以为是 看来我太久了 之前还一直觉得孟清配不上河腾呢 现在看来孟清锋芒更顺了 爸 爸 哎呀 亲亲 今天真是太漂亮了 和我们家河腾呀 真是天造地设了一段 我都迫不及待的 想看到你们的婚礼了 来 快坐坐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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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之前我也以为贺家是真心待我好 可到底不过是骗取我的谢人 等我嫁给贺腾之后 夺取孟家的财产 这里太闷了 我出去走 你怎么在这儿 在等你 找我有什么事吗 过三少不是印象对女人很大吗 怎么 你是在提醒我 难道 你是我的女人 不愧是青城被叫做种马的男人 卡在家里下次给你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突然没看到你 我很担心 这里没回信 让我再一个 原来顾三少爷子好久不见了 贺先生 你的未婚妻可真是暴美如花呀 你可得看起你两人 不需要你 解释 谢谢 走 被假刺 以后你看到他赶紧走 别跟他有牵着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城 一年一度的慈善品拍卖 那么我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我们的慈善品拍卖 既然自己送上门来 就不要怪我了 听说今晚压轴的拍品 是八十世纪戴安娜女王的蓝宝石 这边是本次拍卖的压轴品 带安娜的蓝宝石 加五百万 来 六百万 六百五十万 八百万 各少少快 直接就叫到了八百万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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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万还有更高的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此时正是赫氏集团出现问题的时候 但又不能让人发现 贺腾 好戏就要开始了 贺腾 你说顾明珍是什么意思呀 他是不是也很喜欢那个蓝宝石 要不你就 一千两百万 一千五百万 一千一千六百万 两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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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两千万 第二次 两千五百万 七九 那拿着呢 你只顾意太好家 你别傻的当 三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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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比三千万更高的吗 既然顾三少喜欢 那么君子不准的所谓 谢谢 是要送给孟小姐作为结婚礼物的 就这么不要了 都说贺先生 很爱孟小姐 我呢 只是为了把价格抬高一点 想让贺先生 表达一下给孟小姐的爱 我是在帮你 我 爱情本来就没关于金钱了 我 我 我 那便恭喜顾三少了 姐姐 这一把宝石 下次下次你一定看 赫加的小子没在教下了 赫加三七忙应该拿得出来吧 你没听见那碰 赫加子你没出问题了 走走走走走 等一等 二十三万 你 你 親親 多謝了 既然顧三少執意如此 那我就盛情難勸了 你 你這不是打我臉啊 賀騰 這個藍寶石我本來是想送給我媽的 剛才我舉牌子是想用我自己的錢買下來 是你 我是怕顧美瑞的不少人的算計你 你也知道像他這種牌夾子真是只會玩弄女人 賀騰 你怎麼了 你以前從來都不會罵人的 你現在怎麼一口一個敗家子 現在變得好陌生了 我都快不認識你了 不是的 謝謝 我這是因為 他今天針對我而然生氣 要是不喜歡的話 既然你想當偉君子 我就讓你當一輩子 就這麼看 陌生 黃小姐 唐唐顧家三少 就這麼鬼鬼鬼鬼鬼鬼的嗎 偷情不都是這樣的嗎 誰跟你投資啊 我以為你讓我搶婚 是真的愛上我了 畢竟我這個身價 和長相嘛 很難讓你不行整對吧 還有 藍寶石的錢我之後還你 今天的戲辛苦你了 不用了 畢竟我裝的裝了 我也不差錢 還有藍寶石的話 就當作是拼你吧 莫小姐 幹什麼 晚安 兩位 兩位 我怎麼聽說 有人一掷千金 只會博得紅月一笑呢 這還不得把人家衛紅豬給卸死 熱戀中不都是這樣的嗎 熱戀中 你之前跟我說你要結婚了 你是認真的嗎 我什麼時候跟你開過玩笑 你別嚇我 你真看著人家衛紅妻了 你這是真大光明的把人家錢叫的呀 你就拿他給我比你覺得 你覺得我會輸嗎 吹個兒 誰的 我告訴你 你 我看你是真的瘋了 你 貴貴啊 你看新聞有沒有 太精彩了 你家副總和你家顧敏銳 都在新聞中 都在畫一整天了 別說副總是我這樣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顾明认识你将来了 别瞎说 我给你看吧 你看这个新闻 叫什么 为爱不值贺腾不愿花重金赢得美人心 还是这个这个 不加三少银至千金力压全球 还是这个 你看看七七 顾三少风流不改 三千万珠宝当场送人 我说彤彤 你干嘛这么激动 我当然激动 我当时还以为一眼光不好 现在看来我家清清就是换眼睛睛嘛 老德负名认识的动向是这样 真的 真的 喂 啊 大人就出来了 清清 我家是不是来接我了 你先走了 我先走了 哎 晋晋呀 这些大早的 这饭都没吃 你去哪儿啊 妈 奶奶给我发了个消息 说找我有事儿 我去一趟 奶奶家 不行 你等着我 我陪你一起去 妈 妈 你怕我受欺负啊 我陪着你呀 你奶奶就不好 只冲着你一个人满了 这一次啊 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钟家 你有漂亮吗 那是肯定的 这还不是笑奶奶吗 怎么 你把我的画当耳旁风了吗 我叫你来 怎么把他也带进来了 怎么 你还怕我这个老太婆 欺负你吗 妈 我就想着 你这没来看你了 所以 大伯母说的话还真是好听呢 也没见你提半条东西过来 我才不稀罕她的东西呢 提什么来我都不要 奶奶 您找我们过来是什么事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 免得给您添堵 我站住 怎么这么没规矩 到底是小顾人家出来的 怎么连点教养都没有 你看什么看呀 哎 你继承了我们孟家的遗产 你怎么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 奶奶 您可别忘了您姓文 这孟家的财产还摊不上是您的吧 遗嘱上白纸黑字写清楚了 奶奶您要是不满 就去找爷爷说说 什么呢 没大没小的东西 我今天不是来吵架的 奶奶您要是把我叫过来 只是想骂我一顿的话 我没空送你 你你给我滚 对了 忘了提醒奶奶了 这个老宅的房产证上 写的是我爸的名字 也就是说 你们住的房子 是我们家的 那奶奶您让我们滚 恐怕不合适吧 你反了反了 你反了你 听 奶奶 我也没别的意思 只是善意的提醒 您不说我也知道 您今天找我过来 是因为昨天拍卖会的事吗 还真是会打小报告 是 我是收了不明锐的蓝宝石 还让贺藤当众丢了脸 你还好意思说啊 奶奶 您别着急啊 我们孟家是商人 这天上掉馅饼的事 我们怎么能拒绝呢 而且啊 这个蓝宝石呢 我本来啊 是想要送给奶奶您的 只是 奶奶说她不稀罕我带的东西 你 那我怎么能让奶奶生气呢 这个蓝宝石啊 就先放我这儿 你少在这炫耀了 你以为奶奶是这么肤浅的人啊 那你给我闭嘴吧 就是啊 奶奶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奶奶以上都是 一言计出四马难追的 我可警告你啊 你如果和贺家的婚事搞砸了 我们孟家可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我的婚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你以为贺家非你不可呀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 不 奶奶 您别忘了当年把私生与孟交领进门的时候 您也是不择手段吧 哎 奶奶 奶奶 您多注意身体 我们就先走了 哎 大伯 今天应该不是周末吧 大伯怎么又去公司上班 看来 爷爷把公司给爸爸继承 还是最明智的选 如果给了大伯 恐怕这个老财早就已经不在了吧 说完了吗 啊 今天 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一个不像你 妈 你要是再敢动手我帮你告上法庭 干吗 我让你走 妈 不要跟那个小金人一番见识 我不会放过你们家的 好 我等着 妈 你以后不要再遵守什么道德利益了 奶奶那种人根本就不值得 可她是你爸的亲妈呀 不想让你爸太有名男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他们欺负你了 今天呀 妈妈算明白你说的 稀释黏然呀 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你呀 给妈妈做了个好榜样子 哎呦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贺家刚才给我打电话 让我们去贺家商量一下下个月结婚的事情 可是 去 啊 你不是都要回婚了吗 爸 那都是后表的事 现在啊 贺家商量给你做两个 啊 孟总 本来想约在周末 我也是提前想见到您 就改在今天 咱们一起做一做 哈哈 啊 顺便把孩子们的婚事定下来 那 毛骨啊 看你这是说的好不放 咱们老哥俩这是多少年的交情啊 啊 哈哈 想来 怕是因为昨日贺家的国家大爹 坐不住了吧 孟总 既然您这样说了 那我就直说了 我们希望 贺唐和清清的婚事 尽快办 越快越好 再说了 我们 贺家也是清成的四大家族之一 您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 哈哈 哈哈 哈 好 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求 你也知道啊 我只有 仅仅这么一个女儿 以后我这些什么的 那不还都许她呢 所以 还是老天宁轻轻的意见 我也没有 贺腾对我这么好 我之前一直开开心心下去 我一定好啊 其实 我是想让贺腾送我那个蓝宝石的 但 所谓的 既然如此 今天嫁过来就是贺家人了 有什么要求 我们以后 一定满足 谢谢阿姨 我又期待 请你以后呀 给我贺家添个银儿伴侣 哈哈哈 生儿育女 想嫁入我们贺家 就得把身体养好 快 喝下去 喝 当时你怕我生下有贺家血脉的孩子 给我灌了这么多年的避孕汤药 清清 清清 哈哈哈 既然是一家人啊 那我也就不躺着掖着了 孟总 我还真有一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哦 最近我手头上 有一个电商项目 启动资金 20米 孟总 您有没有兴趣 哎 贺叔叔 这个项目我也听说过 我没记错的话 总投资好像就只有20亿吧 我是听谁说的来着 哎 你们怎么这么说话了 清清 你不懂 你别乱说 我们家对这个项目做过评估的 我们只算不赔 是偏大自己 那 这买卖如果亏了 那贺叔叔记得这20亿还还吗 还 当然还 哈哈 果然没有看错贺叔叔 那 爸 你跟贺叔叔打个签条吧 嗯 啊 这个 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贺叔叔很有诚意 职业要还呢 说我听解错了 都是一家人了 自然他会这样的建议 是吧 那还是打一个签条吧 这样呢 也不会伤两家的感情 对不对 不用轻轻提醒 我们早就准备好 哈哈 哈哈哈 孟总 爸我看看 贺叔叔 你这没写还款日期和 未还款如果还不上怎么办 这个 这个写了跟没写一样 哎 贺唐你懂得多 我到贺叔叔看看 谢谢 啊 我这不是怕万一有什么事吗 烧了两家的感情 你看看 好合适吧 期限就写半年吧 如果还不上的话就用贺氏集团的股份底 我刚才算了一下 二十亿的话应该是贺氏集团百分之七的部分 咳咳 咳咳 怎么了 我 你算错了吗 啊 没事没事 清清说的对 就算清清说的做 贺叔叔这么有诚意的话 爸 那你就把这钱借个贺叔叔吧 好啊 都听你的 老公啊 那 我们就先回去了 好 困长 爸 您您也别生气 你不是说一切尽在掌控吗 什么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 你不是像梦的那个吗 爸 我们就放心吧 等我们交易会梦加了多少钱 来把他挣二十个衣服 没错 今天这个臭女子 觉得我们好大了点次 让他嫁了我们喝酒 看我怎么收拾他 清清啊 今天干的是真漂亮 要不这二十个亿啊 就真打了水漂了 我看那顾老头的脸呀 都僵了 哎呀 我算是看能败了 这顾家的心思啊 真是深 一个个都是白眼王 清清 我是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悔婚了 这贺家呀 没一个好东西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呀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能不能把音乐关一下 你 你都出去吧 我真没听 走那那带你们去下一场哈哈 有什么事吗 我想了一下 我还是要你的秘密之力 我还知道贺藏很多的丑闻 我想在风景上曝光嘛 这样才能知贺家于死地 不是 孟小姐 我记得你今天才刚到人家家里面去递婚的事 前脚刚走后脚叫置人家于死地 如此心狠手辣的孟小姐 你觉得我应该如何相信你啊 你觉得我应该如何相信你啊 我不相信你啊 你是怕我骗你呢 还是对自己不自信 我应该如何相信你 你说什么 明天 秦家会签一份地产合同 如果把握好这个机会收复秦家也不再画像 当真 千真万确 那我应该如何帮助你说 半个月之后是我母亲的生日 到时候我会宴请清城所有的富商民流 包括你 然后呢 我有一个堂妹 姜孟娇 她一心想要嫁入贺家 可现在呢 只有让她爬上贺藏的床 她才有这个机会 啊 可是这孟小姐是想 直接抓奸在床 但是我觉得贺藏应该没有那么丑 啊 啊 你看看 她这刚到手的鸭子 不可能让她飞了 确实 目前来说呢 她对我还没有防备心 你的这个计谋啊 的确不错 但是我觉得孟小姐 你应该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到时候你和贺藏似后脸了 受伤的或许是你自己 你有想法 我见过她最恶心的样子 所以我对她 不可能说 爸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嗯 这不是快到妈生日了吗 你看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也没给过她什么 这么多年她一直默默地支撑咱们这个家 别人呀 都以为她是咱们家用人呢 谁敢这么说 当年面人家肯定不敢这么说呀 可是背地里 所以呀 你得做点什么 你个鬼精灵 想说什么直接说 也没什么 我呢 就是想在妈的生日宴会上 让别人呀 都知道她是孟氏集团堂堂正正的董事长夫人 可是 我跟你妈也都不是高调的人呢 咱们家已经低调太久了 也是时候呀 该让别人知道我们孟家的实力了 那好 就和你说的办 喂顾明瑞 什么事啊 没什么 提醒你看电视 看电视 恭喜顾先生荣获青年十大杰出人物 谢谢大家的鼓励 顾先生也算是我们清城最富盛名的企业家了 许多人都关注您感情方面的动向 方便透露一下 嗯 其实这个奖呢 跟我也有关系 我今年如此努力 是因为一个人 我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重要到 我可以为了她变得更好 爸 那那个女孩也太心丑了 如果她现在正在看的话 她一定知道的 我说的就是你 等等 刚才顾明瑞是在表白吗 是跟我表白吗 不会吧 是不是我的错觉 还满意吗 什么满意不满意的 就是想让你看看 我跟贺腾相比也没差多少 你本来就不差呀 谢谢老婆的肯定 我会再接再厉的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看来我跟你对正经的理解不同啊 下次我会慢慢的告诉你的 你 无畏然 无畏然 顾家收养的孩子 是彤彤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也是彤彤被害死之后一直寻找真相的人 哎呀 清清我快饿死了 咱们先吃好不好 彤彤 人家费人怎么说也是你哥哥 你怎么那么不耐烦呀 他从小就爱管着我 我都快烦死他 徐亚 我跟清清吃饭了 那我等会儿去找你好不好 徐亚 我也爱你 上女士 于彤彤被徐亚陷害 推下楼梯致死 这才继承了于家所有的财产 而死后只有未然努力地想要查清彤彤死亡的真相 彤彤 我一定不会让你重蹈覆辙 哎 过来吃饭 谢谢 彤彤 好久不见 彤彤 我记得你最爱吃这里的菜了 这几天还好吗 有没有惹爸妈生气 喂 元哥 好久不见啊 你怎么也在这儿 哎 你怎么回国都不告诉我一声呀 贺雨 贺腾的亲妹妹 看来上一世有人说 他对吴卫然念念不忘 居然是真的 才回来没多久 比较忙 啊 果然还是我们卫然哥上进 不像是有些家族的女孩 整天花天酒地不务正业 你说谁 你说谁呢 这两个人上一世就不对付 没想到今天撞上了 好啊 贺雨 你是说你自己吧 看看这个 你在酒店跟别人撕混的照片 不然哥 你看看 看看贺雨他到底说的是谁 你干什么 我 你 行啊 你敢打我 我没有 我就是把你们拉开 你好大的胆子 你信不信 我让我哥甩了你 就这样的还想加入我们家 简直就是做梦 那你回去跟你哥说啊 看他站在哪一边 梦青 我会让你后悔的 彤彤 你没事吧 不用你管 算是今天倒霉 碰上了贺雨 晴晴 我先走吧 我要去找徐瑶了 你放心 彤彤总有一天 我隐瞒你的真心 但愿吧 贺疼 怎么了 你打了贺雨 上一世 我看在她是贺疼妹妹的份上 百般忍耐 现在看来 也不过都是委屈自己罢了 哥 你一定要替我讨回公道 贺雨 你说什么呢 贺疼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知道吗 我一直把贺雨当成亲妹妹 我怎么可能打她 你 你 你故人撒谎 我上学的时候就很照顾她 我上学的时候就很照顾她 这些贺疼你是知道的呀 秦雪 哥 你不要被这个贱人的欢迎草语给骗了 贺疼 难道你真的相信你妹妹说的话 既然这样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当是我打了她 你总算承认了 其实 我昨天最伤心的是 贺雨他跟我说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既然这样 我也不想因为我伤害了你们一家人的感情 我们的婚礼 还是算了 哎哎 我 不是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 哥 否则就是他就是他打了我 闭嘴 我知道梦青不可能打你 哥 这是你们贺家的事 我管不了我先走了 你知不知道你插的害我个家的好事 你知不知道你插的害我个家的好事 我可是就是他我 哥 你居然打我 你以前可是从来都没有打过我 你知不知道我个家行的是什么情况 我是不是要梦青 但是孟家借了我们二台 你这个样子是会让我家门蛋 可是 明天去给他道歉 哥 叔叔这是我喝一口的心法词 给阿姨说什么 好好好 哎 喝疼妹妹 你这脸是怎么了 这是 呃是他自己小心喝 叔叔啊好久不见啊 你来了 这么不小心啊 脸都被磕成这个样子了 你疼啊你 叔叔 这是我给阿姨特意选的礼物 是我从葡萄山啊求来的御府 嗯好 不错啊 既然脸受伤了就好好自家休息 别出来丢人羡羽 伯伯 我带个顾佳 送上千里雪松台 好啊好 哎呀你们都有心了啊 都坐吧坐吧 这孟家夫人怎么变了这么多 诶 那个蓝宝石不就是当初顾三少开卖下来 送给孟小姐的吗 有这种容貌气度 怪不得能生出个像孟小姐那样的脸儿 我可听赵石说 你花了三千万人 弄了块聘情信呢 看来我出国了一趟 你认 你变了不少 没想到你顾三少现在 口味这么重啊 这么放心 就送给安波姆了 这是怎么了 怎么 我没看出来 他这是一片新人糟蹋了 恼羞承诺了 你发什么神经啊 生日刚开始就叫我上来 你知道 男人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吗 什么 是女人欲据还银的这种状态 今天我可是在朋友面前丢了脸啊 你该怎么弥补我 你也没说不能随便送人啊 而且 那是送你未来院子 也不算随便 这个理由 我勉强节省 来 过来 你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才叫我正经 但是我的不正经 这中文 真是流氓 清清 来 走晚的事我都听说了 是贺雨不懂事 小孩子不懂事呀 就觉得有人抢他哥哥了 让你不开心啊 他昨天晚上内疚了一晚上 是这样吗 清清姐 是我昨天太中动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原谅你了 只是 你昨天摔坏的是彤彤的手机 你应该给他道个歉吧 你应该给他道个歉吧 彤彤 怎么啊 清清 贺雨最应该道歉的人 应该是彤彤吧 你嘛 要没有 你 你 有那个 就说了 我 有的 你 我 你 你 你 别 还 我 你 你 我 好 沐浩你到底怎麼了 我怎麼了 你還是我之前認識的孟青嗎 我之前認識的孟青是不會說出 真的鶴魚還弄弄我們一家人下過台 鶴騰 你是覺得我變了嗎 你要是覺得 是因為我和你們家人的關係才變成這樣 那我們還是先分開 沐浩你之前可從來的孟青不太喜歡我 我知道我一直都很相信我們的感情 可是我覺得你的家人一直都不太喜歡我 我覺得你的家人一直都不太喜歡我 沐浩我想多了 我爸媽一直很喜歡你啊 而且我妹妹就算是人生一點 她一直非常喜歡你 真的嗎 真的 你以後可千萬不要說什麼不想喜歡的話了 我們家還有這麼久 你再這麼說的話我會上心的 我會這樣想不斷 我是一定在他這兒 他吃了 我還沒什麼 全部都不吃了 我還要吃了 我還要吃了 你應該都不吃了 我還要吃了 我才算是吃了 我還要吃你 哦 今天由我來做冬 去王朝 陸小姐 可以嗎好 謝謝你不是那個想丁心 但可是我現在還不知道酒吧 長什麼樣子 我想結婚之前去一次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孟小姐刚刚跟赫童够亲密的 你又发什么神经啊 我吃醋了不行啊 你先别算了 待会呢 我让孟交送赫童回去 你派人更紧看你 好 哎 不过 你们马上都要结婚了 你真的那么吃力 赫童不会做出那种事情呢 你要相信狗改不了吃食 你真的不打算你的记忆婚朝后遇 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哎 孟小姐 你刚刚是怎么亲贺成的 是这样 还是这样 嗯 顾明瑞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我们不属于这种 所以 你现在是在拒绝我 我只是善意地提醒 不管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 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 不得干涉 哦 你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说我们结婚了 我可以在外面风流 但是我不能碰你一根寒毛是吧 我也不觉得顾三上会为了一棵树 放弃一整片森林 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 我会给你你要的锦修前程 其他的 就别太兴奋 喂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我想要的是什么 这酒还可以 东东我们喝一个吧 啊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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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е сид 干杯 冷 señor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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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清清 咱们回家 走 太疼 清清快睡了 我们就让她回去了 走 继续 小心 清清 顾三少 没事 我送她回去吧 就当我做个月老吧 那我把清清就交给你了 你可一定要好好照顾好 fort … 行了 顾铭锐 我怎么在这儿 你昨天晚上自己上来的 我我喝醉了 你该不会 怎么你 没想什么呢 没没想 还是说 你期待 想做点什么 我期待什么呀 喂 你昨天晚上喝成那个鬼样子 你觉得我会碰你吗 何况 我的清白也是很值钱的好吧 那那你的意思是我还得谢谢你 不客气 别闹 救命啊 昨天晚上的事办好了吗 怎么 你不相信我 看什么看 你这么好看呢 你想看何同的楼体啊 我已经把你确定过了 他不行 他不行 你想行吗 我当然比他行 臭不要脸 那视频就先放你的 现在不用吗 我要让何同在最得意的时候 请天堂叫到公司 哎 我昨天的衣服呢 都已经蒸了 蒸了 那全部都是你斗口突兀 我帮你准备了一趟新的 呢 换一下吧 换一下 晴晴 晴晴 你昨天喝了那么多酒 今天没事吧 哦 没事 就是 头有点晕 哎 你昨天晚上怎么回去了呀 啊 我也喝醉了 我是叫家里的司机过来接我的 一直到现在才行 一醒来就给你打电话了 哦 这样 晴晴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下次啊 你可要少喝点酒 晴晴 晴晴 我爱你 我也是 我真恨不得马上把你取进门 等我忙忙手上的事 我就开始筹备我们的婚礼 我答应你 我会让你成为全清城最幸福的新娘 让所有人羡慕你 羡慕我 羡慕我嫁给一个全世界最肮脏 最卑鄙恶毒的男人吗 好 我信你 我等着结婚那天 妈 你看新闻了吗 什么新闻 你怎么没看呀 发生什么事了 重大新闻 孟氏集团低调贵妇 让你重新认识真正的上流社会 你看你看 还有评论呢 这啊 就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让那些秀恩爱秀宝的贵妇们 好好学学 妈 你这么好看就应该高调一点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觉得我们家清清呀 真的长大了 昨天的生日 是你给我伴的吧 也是我爸的一番幸运 我一直以为 我不在乎什么名声地位 只要咱们一家三口 在一起安康幸运就好 直到昨天 我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 配得上你爸爸的 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 从此只会高攀不起我们家 什么清晨低调 放屁 弄算什么 无非就是 富贵一点 妈 这孟家呀 肚子不要太久 先生的孟女太细心 昨天一个生日夜 搞得那么夸张 无非就是小市民做派 我看孟家呀 就上了大台面 对吧 这孟家 怎么能不能喝下去 妈 还有那个孟青 你太讨厌了 我一定要让他赴我陛下特线 哼 不急 等那个小女子嫁过来 我有一万种方式 加我一份 哥到时候你可别心软啊 心软 我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只是想发挥他最后一点 算日之后 死的越快越 你 我说不明日你是不是蹲点蹲习惯了 孟小姐 明天就是你的婚礼 我只是再过来问一问 我们的约定 与做数码 我有说过我要毁约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担心 孟青你的脑子突然抽风了 只是跟我开了一个玩笑而已 明天只要你来 就是你说 我也是 你哥 一半 這天總算是笨 那小姐真好看 姐姐哎呀不好意思我沒遲到吧 先不說了我去換半娘服了等我 真漂亮 但是我說這婚紗 也太一般了吧 但是卿卿你天生地製還是很好看的 我說卿卿 你說你結婚 為什麼有人比你穿得還隆重啊 湯姐你今天真美 你今天也挺好看的 對了我這順禮服是朋友挑選的 聽說是色家首席設計師設計的新款 我說你親親結婚你穿得這麼隆重 你說你有沒有素質和調養 你說什麼呢 黃艾士 他這身 看著不像是色家的 都像是色家的高仿 湯姐 你瞎說什麼呢 高仿怎麼能仿出這麼好看的女婿 這都是賀騰老用的把戲了 我記得上一世孟嬌就是這樣搶了我的風土 讓孟嬌以為賀騰更愛她 信不信有你 真漂亮 真是漂亮 哎 去 姐姐 你對你 我只有幾張 你去講會說自己的眼鏡 我正氣收拾一下 然後我準備接待客人 我在問他分店 彤彤 嗯你看見顧敏銳了嗎 沒有 但是我看見肇事了 小聲點 沒事 反正婚禮也要開始了 我們走吧 爸 一會無論發生什麼 你都不要驚訝 這一切都是我安排好的 你放心 我會對自己負責吧 你放心 我會對自己負責吧 好 非常榮幸替這對新人 見證他們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刻 此時 辛勞有一句話想對我們的新娘說 謝謝 我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我們還是長猴子 當時有個年以後 爺爺在我裡下棋 我看著當時的你 穿著最花旋子 紅紅的領袋 我在想 那個時候 我就已經喜歡上你了 我期盼的這個場景 期盼了十幾年 今天 終於等到了最美的心 我只希望這輩子 下輩子 下輩子 我都能永遠保住你 敬請 我準備了一份驚喜給你 我將我們這十幾年的照片 剪成一個視頻和情 自和 這不是孟家的四川嗎 孟家 怎麼會 關掉 都不關掉 這誰看到那個石川 看 來人 把這個石川關掉 快點關掉 複雜人的 你怎麼會 你早餐呀 這到底怎麼回事 請請她 沒事 請請心理我睡 姐姐你給我跟你解釋 我是 我是被孟家給設計了 真的是被設計了 你那天晚上喝醉了 孟家把我送回去的 結果他把我送回到酒店 我真的喝醉了 以為是你這才 姐姐 你原諒我好了 是嗎 真的 我心裡只有你 我那天醒來之後發現身邊躺的是孟家的時候 我殺了自己的心痛友 孟家 你到你心裡的面前是金屬 你為什麼給我下藥 什麼 給你下藥 你胡說 明明是你拉我進的酒店 才說沒有 那天晚上 你趁著時間不注意 偷偷往往修理下又跟我發生關係 你說 你這個王八蛋 明明是你 你說 你說你喜歡我的我才 我不說八蛋 我問我叫你是這樣的意思 我根本就不會跟你多說一句話 你 好啊 我身上這套禮物是你送的 我手機裡還有你給我發的消息 你說我穿上 肯定比孟卿好噴100% 你既然不承認的話 那我現在就給大家看 他敢是誰在說謊 夠了 你怎麼和他送你了一個 你連親眼一個頭髮死也都比不上 荷童 你這個混蛋 歸頭歸一劍 嚇嚇 放開我 不是 有種人的 你真的沒有 你又是我 我真的知道說啊 我心裡真的只有你一個啊 我還給你這麼多年 你真的不想這麼持續 你做錯了 那你願意跪下來求我嗎 尚一世 你曾把我關在地下室裡三天 讓我跪下來求一口水喝 我當時就決定 如果有機會我一定百倍分寒 夏天 我愛了你這麼多年 我也是 我也是阿姐姐 但是我現在不愛了 因為我受不了你跟孟嬌出軌 謝謝 你聽我解釋 我真的是被關罪了 我發誓 我發誓以後絕對未遇到 待了你的 就這樣吧 我們的婚禮結束了 謝謝 就是你再跟一次機會 真的不能失去你 我 幹什麼 婚姻大事 其實兒戲不得胡鬧 孟琴 你和賀藤的婚事 你老婆被避兇 忘了夫人 你來說句話 你這個丟人的玩意兒 所謂的父母之病 媒婦之言 你的婚姻 是你爺爺早期給你定下的 你現在說走就走 你眼裡還有我們這些長輩嗎 奶奶 那對方即使是殺人犯 我也要嫁嗎 你這個少爺的給我強詞奪理 和騰他又不是殺人犯 他只不過是犯了男人都犯的錯誤 奶奶 清清可是你的親戀上女 你這麼說他合適吧 那 和騰他都知錯改錯了 他都不能和他共同難關 反而要把他拋棄了 我們孟家 沒有你這個不孝子孫 那照您的意思說 又叫叫 Notrua 动机以后可以偷人 黑腾应该原谅我 少给我擦嘴吧你 Nicht 嫉弄 是不是只要你有立可服 我嫁给谁弄不說 我闭嘴 该闭嘴的人是你 你少扶了说 清清 就凭你的条件 你能找到比贺腾更好的男人吗 就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女人 哪個男人敢娶你啊 誰說沒有人敢娶孟卿了 我娶 你能美 我顧明睿 會娶孟卿 喲這哪來的男人啊 你說娶就娶啊 孟卿 我一直有個問題想要你 你願意嫁給我嗎 願意嫁給我嗎 我願意 孟卿 你在幹什麼 賀政 請自眾委 孟卿你瘋了吧 誰你都敢嫁 青城四大家族 顧家顧三少 不有什麼可能 我知道 什麼人也不夠行 我都說就對了 就這樣你還敢嫁啊 孟卿 你最好想清楚一點 你現在在做什麼 你要是今天怎麼了 我們就一輩子都不可能了 怎麼 只許周關放火 不許把心點燈啊 怎麼你賀藏玩女人 就是男人都會犯的錯誤 到林瑞這裡 就是人品不行嗎 我跟她能一樣嗎 你比她還惡努 我不允許 你看看你的女兒 眼睛露露就看她嫁給一個 漂亮的公子了嗎 啊 先清心裡有數 您就別承認 孟老太 你對我是有什麼不滿啊 論家事 我們顧家 難道還配不上你夢想 論樣貌 我也不舒服 論財力 這個藍寶石 可是賀藤眼睜睜看的 被我買下的 還有 論身體嘛 這個賀藤的表現 也真的是不可公文 你 放肆 你以為顧家 可以為所欲為嗎 對了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是真心喜歡的女生 接下來的一輩子 我只有孟姿你最一個名 這傢伙這副認真的模樣 我差點都要相信了 既然大家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就帶著孟欣去領政 黃嫂子 等等 孟老太 還有什麼要吩咐的嗎 結婚不是你們兩個人的事 而是兩家子的事情 兩家長輩都沒有達成一致 你們就貿然去領政 你們還有沒有一點教育 對呀 你如此隨便 你們顧家父母會答應嗎 果真顧三上就跟傳說中一臉 自已忘了 孟老太說得對 剛剛是我太母痛了 但是我忘了告訴你 我剛才 我從電話通知我爸媽了 他們應該快到了 什麼 爸 爸 孟老夫人說得有理 婚姻之事沒有上門提親 沒有鶴立迎娶 確實是我顧家不周呀 顧家家主 婚姻之事不是兒戲 到時候我們不成親家 成為仇家 那就得不上癡了 老太太說得極是 婚姻不是兒戲 不能隨便 這是自然 我今天來啊 就是為我這個蟬子 向你們孟家提親的 剛好當著多位來賓的面 我把我們顧家的彩禮一併奉上 大家也做個見證 顧家全子 顧名銳 迎娶孟家大小姐孟青 各此準備聘礼如下 一 禮金八千八百萬 二 故事地產 旗下凤凰灣高級住宅樓 移動 三 百萬級豪車一輛 四 贈孟青小姐 故事集團 百分之五的原始股 為婚前財產 天哪 這故事集團市值上千億 這百分之五的股份 也已經有超過二十億的價值了呀 這到底是重點啊 重點是顧家贈予 夜市家族 才能用我的夜市部分 這就是證明 孟青在顧家的地位了 他們就是 這是不打我的臉啊 秦家呀 你看看 滿意不滿意 老顧 你說我們孟家 都沒有准在架上 你的彩女 可是給個揍盆盤 應該的 再說了 清清願意嫁給我們家明睿 就是我們家明睿高攀了 也是 我們家明睿啊 能娶到你們家大小姐 真是酸生有幸啊 既如此 我也就沒什麼好說的 那 您說呢 哎呀 這還這麼的事 只要小兩口高興 那我們就沒有資格在那 指手畫腳了 哈哈 你 你們這是什麼意思啊 清清明明是我們家的關係 你們家賀藤做出如此無賴的事情 還想著娶我們家清清 清清 清清 其實我沒想過你真會來 怎麼讓你失望了 不是 只是沒想過你會這麼認真 我對孟小姐 一直都很認真 果真是有你 怪不得能迷倒這麼多的女人 其實我們好像沒有必要領結婚證 你想想啊 以賀藤的智商 她肯定會想到 我們是不是在做戲 只有領證 才能夠充分地說明 我們是真正的夫妻啊 你放心 我不會占你便宜的 你爸說的那些聘禮 我也不會要的 那都是給你的 你就收下吧 哦 對了 別忘了晚上 晚上 什麼事 當然是舉行婚禮了 舉行婚禮 你讓我一天辦兩場婚禮 那我以後傳出去的名聲 喂 我都已經讓我爸通知所有的賓客了 有必要嗎 我有必要讓你知道 什麼叫真正的婚禮 金平 我是真沒想到 我一天要 要當你兩次笨牛 我真的要累死了 快給我一個懷孕 你要怪啊 就怪顧明睿吧 不過 我以為你是去跟顧明睿 私奔嘛 我們只是去領了個證 什麼 李政 你不要這麼驚訝嘛 不過也好 跟顧明睿 總比跟那個賀騰好 賀騰那就是一個偽君子 我們真沒想到 背地裡竟然是這麼噁心的牌 童童 你真好 童童 你真好 雨 你突然有肉麻 幹什麼 我就是突然覺得很幸福 幸福 幸福個鬼啊 哎 你真以為 跟顧明睿就能好過馬里去啊 你說他刮過那麼多女 有病怎麼辦 你別詛咒他 你放心 我心裡有數 好吧 你是不是該去換風山了 走 走吧 哇 這件 這也太美了吧 呃 一个月 对 还有这些珠宝也是顾先生亲自挑选 让别人设计 就是为了让孟小姐你啊成为最美的新娘 那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顾先生让我转交给你的 虽然顾明锐是用作的 但是对你是实大实大 还有这个玉琢也是顾先生让我转交给你的 他说呀 这是他们顾家族族被被流传下来的 俗话说呀就是传家宝 顾明锐如此认真 为什么总感觉顾明锐蓄谋已久的样子 天呐 静静 我能不能说回我上午说回的话 这个顾明锐简直帅呆好吗 跟那个贺腾比起来 简直就是 那么 那 我已经紧张了没有见婚打赏 没想到顾三少爷有这么什么喜欢 我告诉你 现在可是全国直播啊 直播 好 毕竟 我顾明锐是第一次结婚嘛 我发了我的办理家长 我肯定要想在家里 那你就不怕我们日后分到扬镳的时候 会下不来台吗 我不会 谢谢 今后 我便是你的嫁妇 我和女生 我记得 明锐 我 ؟ 呢 我让你再也离啊 他就是 我们郭家还成这样 叐锐 王姓 你怎么给我等着 迟早一天 给他把你们录的脚下 瞰 我不想 郭明威 刚刚在婚礼仰事上 我已经够配合了 我们只是新婚 所以 我们不属于对方 那你属于什么呢 我 我只属于我自己 还请顾三少 放开我 如果我说顾名 你以为我今天 好不容易把你骗到头上 我会急于就放开 你 好吧 今天我就放过你 但是你给我记住 你梦兴只属于我 好了 我先起床 那你早点休息 晚安 这种气 很快 嗯 哎 顾名瑞 顾名瑞你帮我拉一下拉链 顾名瑞你能不能把衣服穿好 喂 我不脱衣服 怎么洗澡啊 难道 你觉得我穿的太多了 我这个衣服没办法脱你帮我一下 我告诉你啊 还没有我偷不了的衣服 我发现你这个女人也挺奇怪的 刚才还拒绝我 现在又让我帮你脱衣服 到底什么意思 你别得寸进尺 老头 晚安 你这昨天是花了多少钱的 没多少钱 喂 公公 清清 你昨晚走得也太快了吧 难不成你和顾明睿急着赶回去 是为了大战三百回合吗 你别瞎说 还是说顾明睿就在你旁边 嗯 你们在床上 没有 一字不挂 没有 那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不是没有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你今天记得看新闻啊 赫家因为爆出丑闻 连家底都要被拔出来了 负债很多呢 我早就知道了 今天什么安排 没什么安排啊 好 娶了老婆呢 那我们 第二天就回门拜访一下岳父 或者是岳父 就不得了 爸妈 奶奶叔叔 说不说不 嘿 这别人都说呀 这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看来 这倒真是这样 知道了就是你们一早上来 对我们的态度吗 相比叫孟佳抢别人男朋友而言 我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好吧 孟佳 我被你害的还不够惨吗 哼 你这个孽障 好了好了 今天明天要和亲亲回家 一家人团聚 别伤了和气 哎 都是过去的事情 别提了 别提了 我们孟佳呀 当初没个什么嫁妆 拼了你 倒是受了一大堆 你们顾家呀 真是太盛情了 妈 嗯 有点心欲分离 就知道显摆 我看呀 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家 孟老太我今天来呀 也不是给你们吵架 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 啊 妈 您说 我今天带孟佳来 也没有其他什么目的 就是想让明天啊 孟佳到孟使他上班去 这孟佳 刚经历了那么多风波 不太合适抛头露面吧 是啊妈 我看 还是让孟佳 在休养一段时间 再说不迟嘛 怎么 连我说的话 都不放在眼里了吗 与其现在浪费酒瓶 不如直接采取措施 让白白无话可说 好啊 既然孟佳有心想替集团分担工作 那我们就不能辜负他的一片诚心呀 爸 你觉得呢 也是啊 既然孟佳有这个心 那咱们应该鼎力支持嘛 回头到公司报到就行了 谢谢二叔 只是啊 孟佳这个事呢 给孟氏集团呀 丢了不少的脸面 他自己会反省的 用不老理吵醒 其实啊 这件事我觉得也不怪孟佳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事贺腾也有很大的问题 大伯就没有想过去找贺腾负责 你什么意思啊 婚礼上发生这样的事呢 我也很伤心 毕竟这么多年 我以为贺腾只爱我一个人 现在事情过了 冷静下来想想 如果贺腾跟孟娇 是两情相悦 那为什么不成全他们呢 可是 我跟贺腾 我 我跟贺腾跟孟娇结婚了 有道理 当然了 我也有我的私心 我跟明瑞结婚呢 多少也是有一点争议 如果贺腾跟孟娇结婚了 那就皆大欢喜 这样呀 也没有什么人在说小话了 这样呀 也没有什么人在说小话了 你倒是想的很清楚 好 跟我高峰就去贺腾 好 我还想找个时间 谢谢贺腾跟孟娇呢 嫁给明瑞 我才知道什么是真爱 真行 能够遇到你 也是我的幸运 哟 作为女儿家也不知道害胜 不知道这休养去哪了 妈 那新婚小夫妻 难免会有到情到深处 那我们做长辈的 应该多理解 怎么 你这顶状我不吃吗 那恩爱有什么错呀 那又不是不合法 那聪明德 偷情要好吧 这话什么意思 不早了 我们回去 哎 总算走了 我真怕他们在这闹一天 我又没得安宁了 明瑞 你第一天来 就让你笑话了 没事妈 大部分人心里想 你还学会 哎 对了妈 最近我们公司呢 有一个珠宝的展示活动 我想要请妈您来做一个待遇 哎呦 这不合适吧 这不合适吧 我这年龄 这个没事的妈 您看 您的这形象气质啊 已经高出了很多人了 上一次您的生日宴啊 我当时看到都惊为天人了 哈哈哈哈 这一口一个妈叫的也太顺口了 这孩子 哎 真会说 爸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孟娇明天进公司的事 哎 你刚才明明不是都答应了吧 奶奶明显是由备而来 你还能拒绝奶奶 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嘛 不过 孟娇有没有能力 现在还不好下定论 你什么意思 如果孟娇要是有能力 那公司就不好随意辞退他 到时候他跟大伯在公司里 兴风作浪 我们就不好应付了 上一次 就是因为放任孟娇在公司兴风作浪 这才加错了孟娇的秘密吧 爸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抖凉 那你说怎么办呀 我也去公司上班 我也去公司上班 清清 你要去工作啊 是啊 清江 你之前一直不喜欢去公司 怎么 决定了 嗯 决定了 明天就去 什么明天后天的 这刚结婚就去上班 这不太好吧 妈 结婚跟上班有个冲突 当然有冲突了 那要早点绕孩子 要完第一胎啊 那哥哥两三年 就可以要第二胎了 妈妈 我们才结婚几天啊 反正呀 早点儿要孩子 绝对没错 妈当年 就生你生晚了 哎 奇怪 认识你爸太晚了 要不然 我现在都带第二胎了 哎呀 年轻人嘛 有的是时间 不着急 哎呀 你不急我还急呢 我可急着抱亲亲的孩子 妈 啊 您就放心吧 我会努力的 然后孟昕这边的话 你就让他去上班吧 行 好 嗯 也行 这样 清清啊 那爸爸明天就在公司 给你安排一个职务 就孟娇的顶头上司 看他在我眼皮子底下 还能翻出什么风了 哎 哎 顾明瑞 起床了 你不是要去上班吗 嗯别动 不再社会 起床了顾明瑞 嗯 嗯 你干什么 岳母不是想让我们早一点要孩子吗 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他们的心愿了 所以怎么样 你能不能想点正经事 为我 我要起床了 你以后要再这样我就不叫你起床了 别呀 哎 以后孟小姐叫我起床的方式 其实是可以换一种的 就比如说 叫我起床叫我起床快 你休想 请问总监办公室呗啊 啊 你找总监是吧 总监昨天刚掉到别的部门了 是 是 喂你好销售部 啊 好了好了准备好了 就等孟基里来了 哦 好嘞好嘞 好嘞好嘞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还有一个接打工作 你要是找总监的话 今天恐怕是不安排 行吧 都准备好了吗 孟经理马上就到 准备好了 嗯 一人一边 是 一会人来了 就对他尽力打招呼 知道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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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黄金国戚 招惹不得 一会儿接了你 你儿子出了什么错 我可能搞不了你 我才知道 孟经理好 今天我得说一些话 你们只要好好跟着我干 好处少掉你 是是是 我们一定听命运人吧 孟经 陆总监 你 你乱喊什么呀 都说了 新来的总监还没有到 让你先走了 你听不懂啊 刚才是我没说清楚 我不是来找总监 我就是销售部新任总监 新任总监 新任总监 啊 不好意思啊 原来您就是新任总监 那正好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孟经理 是我们安总的职职 是这样 唐姐 你怎么突然来公司了 唐姐 那唐姐的话 岂不是我们安总的亲女 哎呦 孟总啊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脑子一下没转过来 我只是听说您刚刚结婚 还以为您暂时不回来公司 所以 没事 我还要表扬表扬 原来我们公司的员工 稍微这么高 昨天我爸刚从一幕上来公司上班 你们就已经把办公室打算出来 今天还一堆人来迎接 嗯 不是 孟总 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您并 那既然孟教的办公室打算好了 是不是可以帮我整理一下 是 我马上给您整理 你们先整理 十分钟之后 销售部主管已到的员工 所以是 是 怎么 没想到 不是的唐姐 这是个意外 你怎么突然来公司上班了 我想什么时候来 这是什么时候 是 是 那是 你哪个人到底是什么 是唐姐 你是废物吗 连我唐姐来公司你都不知道 你故意让我难堪啊 不是啊孟经理 我真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 新来的总监是这个神秘的 我真的 是杨贺和美术经理你 我认识 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所以 你会有效应 你有事吗 没事我就不能跟你打电话的声 我在上班 哎 上班比我重要对吗 我才发现顾明瑞你还有这么绵人的一面呢 你猜我现在在干嘛 你说呗 所以你现在是用什么身份在问我呢 老婆大人 你说算了 过几点你就知道了 对了今天早上 心心的身体 你嫌挂了我还有吗 喂 这跟你说吧就挂了 可真是够可惜的 不够 早晓 明天明天上班还习惯吗 还好 就是 唐姐多安来公司上班了 什么 一来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让他自己是董事长的女儿 他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旁财开会的时候也是 他连秘书的活都让我干 你放屁 他凭什么什么都让你干 他现在是销售部总监 而我只是营销经理 现在可是我的顶峰上司 旁财连秘书的 旁财连秘书 好歹我是他大哥 他仗着是公司的董事长 居然一点面子都给 晓晓 你放心 爸不可以让你白白吃亏的 嗯 到时候 有贺家的姜处 我相信你在公司一定可以押过的 贺家 嗯 一会儿陪我去趟贺家 我女儿和柯成的事情 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说 你想要一个什么说法 我女儿 一个黄花大闺女 就这样被你儿子招惩 你不觉得该给我女儿一个说法吗 不 我儿子被女儿搞得现在身败名裂 我还没有找你要赔偿 你居然好意思问我要敲的 怎么样 你是想把你女儿嫁给我们家贺藤吗 你这是什么话 我女儿可被你儿子骚扫 这就你所谓的贺家 如此没有担当 没有较量 够了 我今天来 就是想把这件事情 好好解决清楚 想让我们贺藤 去你女儿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以扛吗 我都可以给五百万 前提是 你必须对外公开宣布 是你女儿 给我引了我 疯了吧你 你把我当成卖女儿的了吗 区区五百万就想收买我 我女儿可是在默石集团做金 那钱库可大无量了 五百万 我们贺家都给断了 你女儿一个私生女 你还以为是千金大小姐呢 叔叔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再不及 我跟贺藤的感情也是真的呀 我也不想跟你多废话 这五百万 是我们贺家最后的底线 你找我是要饭的 啊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 这钱你爱要不要 想让你女儿嫁给我贺家 门上来了 东哥 你说什么鬼话 我什么时候和你真心下来了 贺藤 我知道你在婚礼上你是迫不得已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 不然 你也不会找人给我送衣服 还对我那么好 别叫我 现在别说是看着你了 我听到你声音都觉得不行 你为什么这么不要脸来勾引我 还好意思来我家来让我负责吧 你就是在吃硬术 你当时跟我上床的时候 你说你爱我的 你说你跟孟天在一起只是为了利益 你说你一旦得到了利益 你就会立马跟我在一起的 你なるほど我怎么 我痛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凭什么 别闹 你臭嗓子 你还打人 走开 啊 啊 梦桥杀人了 杀人了 听说今天 梦方才 带着梦桥去赫家闹了 被赫家赶出来了吧 就赫童那种人怎么可能去那家 你好像对赫童很了解的样子 我都跟他认识这么久了 我肯定了解啊 今晚我睡沙发吧 你让你睡沙发还不要不好意思 你确定要睡沙发 嗯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睡的 毕竟我们已经拟正式夫妻了 这个沙发很难受的 我可以忍受 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住亲亲姑娘 有一个好梦吧 我去洗澡了 哎等等 怎么了 你要跟我一起去啊 不是啊 我是要提醒你把衣服穿好再说 喂 我的身体一般的女人是抵抗不住的 自恋 哎 怎么了 不去了 我现在可是已婚人士 我得守着我自己的老婆呀 我说你 得了 这又是一个高贵的已婚人士 我看你整天在家里守着无不无聊 喂 我现在可是在看美女呢 这大晚上的 你上哪里去看美女呀 你说呢 咱们是在谈恋爱吗 喂 你没有结过婚 你是不懂这种感觉的 对对对 我是不懂 拜托你大爷了 少虐点狗吧 我还嘴笑 别忘了 eya 女傍 她上手 你 别动 你知道 男人最经不起的是什么吗 就是挑逗 挑逗你个鬼啊 哎呀我还没睡醒再睡一会嘛 顾明睿 你怎么把我包上床了 喂 谁把你包上床呢 是你自己上来的 你自己爬上床过后 你自己看把我紧是什么样了 当时吓我一跳 我差点以为我 清白都不饱了 我自己上了床 你骗鬼呢 你以为呢 你不相信是吧 来你自己看看 你当时不停的往我的怀里面钻 还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面 来回的拉扯 你要不信你现在 你转过来来把手伸进来 你看看你把我衣服扯给你亮了 我别说了 我要吵 还没睡醒再睡一会儿十分钟 不行 半个小时 顾明睿 哎呀二十分钟 十分钟 成交 robo åh 鹏总监 高层会议室 你有人找 高层会议 好我马上过来 大人找我 你上班也有段时间了 是应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孟清 前不久呢刚刚进入公司 担任市场销售部总监一职 还请各位领导前辈 多多指教 指教不敢当 到时候大家想知识认识 一个小阿索 凭什么坐上销售部总监的位置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男的应该就是董远昌 上一世跟孟方天勾结 背地里摊了孟氏集团不少的钱 董叔叔是觉得 我担任市场销售部总监一职 有什么不妥吗 废话 孟氏集团是青森资产排名第二期的 集团内都是精英 就连最基本的职员 都是从全国排名前50的高校毕业 第二 孟氏集团历任的销售总监 都是年龄35岁以上 从底层一步一步历练起来的 有着丰富的市场经验 有着非常突出的痕迹的员工 从来没有任何人空降而来 试问孟小姐 你既没有学历 又没有经验 甚至没有能力 你怎么认为你能胜任全国第二全球一百强集团的销售部总监呢 老董啊 这年轻人啊 对于董叔叔的质疑 我表示理解 还是个小丫头骗子 还乐 但是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能够担任市场销售部总监一职 是有我的理由的 什么理由 董事长女儿 是 但正因为我是董事长的女儿 我才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个公司 其次 对于董叔叔对我学历的质疑 我不知道青城大学国际贸易经济专业双硕士学位 是否可以达到进入公司的标准 你 啊 青青啊 之前没有开始工作 所以我也没有跟大家说明这件事情 青青是标准的双硕士学位 就算有权利 但是也没有工作过呀 都还没有实践过 董叔叔就直接否定了我的能力 那我还有什么机会证明给大家看呢 青青啊 你董叔叔 也没有要扼杀你表现的权利 你不妨从基层做起 一旦有个成绩 得到了公司的利点 这提罚你 不就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一个 让质疑你那些人 都不再出声了 其实我也不是想做坏人 我只是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 多一份考虑嘛 至少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各位 也对得起咱孟诗集团上班的员工嘛 我不同意 你们怎么知道我就没有能力 孟茜 你够了啊 你想让我们孟家人 都为你难堪吗 大伯 该难堪的人是你吧 刚才一次大义凛然的样子 似乎是忘了是你求着我爸 让孟娇进入公司 担任销售部营销室经理 还是大伯觉得 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特权 能够让孩子进入公司 就做上重要职位 当然 我同意董叔叔的观点 能力才是最好的证明 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 这是我三天前签计的地产合同 签下这份合同三个月之内 我将带领销售部完成公司后半年百分之八十的销售任务 这怎么可能 哎呀没想到我女儿还是个经商的天才啊 现在大伯董叔叔你们满意了吗 就我担任市场营销部总监一职 那就算达成一致了 接下来我们说说孟娇 你什么意思 大伯似乎忘了 孟娇跟我一样也是空家公司 那大伯是否一视同仁 还是说这是先对我 什么意思 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那么 孟娇在公司 是不是也应该做出点成绩呢 哦 经过孟卿这么一提醒啊 我也觉得当初就这么同意 让孟娇这种公司有什么不妥 哎呀要是给公司带来什么损失 这我的罪名可就大了 孟娇来公司才几天了 能有什么成绩 哎 凡事都要一碗水端平 既然孟卿做出了成绩证明了自己 那孟娇也应该一样 我会给孟娇一个月的时间 来证明她的能力 如果经受不住考验 那么 就还是从底层做起吧 嗯 这次啊 你是大大的把你大宝给刺激了 谁让她故意刁难我呢 孟娇一个月之内肯定完成目标 这样呢 我就可以明正言顺地把她赶出去了 不是 你怎么知道她一定完成不了呢 昨天她被客战给拒绝了 听说呀 眼睛都哭肿了 今天都没来个四场班呢 真是的 哪还有心情通通啊 你呀 最近在顾家过得怎么样 就还不错 没什么特别 要是顾铭锐敢欺负你 告诉爸爸 我收拾他 放心了 他对我 蛤 天天 你怎么刚结婚就上班啊 我现在找人给我逛街都没有时间 我这不是没办法嘛 那 跟我讲讲你的婚宾是否怎么样 我跟顾铭锐的事你不是最清楚吗 我俩就是 合法碰友吗 哈哈哈哈 你有心思八卦我们呀 还不是想想你自己呢 我 嗯 我跟顾铭锐锐的事你不是最清楚吧 彤彤 我提醒你了 需要 他可能不是看起来那样 你得多注意他 哎呀 好啦 我知道了 彤彤 送你回去 啊 我回什么回嘛 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这酒 这酒可好喝了 你 你睡下了 清完吗 需要 你真好 你看清楚了 我不是需要 你 彤彤 我到底该对你怎么办 睡吧 我昨天真的无意然给 彤彤 需要 你拿啊 听话你啊昨晚又喝得乱碎 我就是喝了一点点 你会啊少喝点 来 喝点粥 啊 我没煮粥啊 这 明文就是在你厨房里的呀 啊 啊 我煮的 我给忘了 你啊 哎 对了 我今天来找你啊 这件事想给你商量一下 你说 这份协议 你看一下 你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以后啊 可就是一家人了 虽然我们家是远远比不上你们余家 但是该付出的 我需要 是绝对不会让你说半点委屈 这个呀 这份购买性合同 你和我把自己签买下来 以后啊 可就是咱俩的婚房 这 公主 总想还 paid 我带过 は 亮珠 来 我我好像做了对不起薛妖的事 啊 就就那天晚上我不是喝醉了吗 我未然送我回去的 我 我好像还调戏了吧 但是但是你知道啊 清清我对我们家薛妖是绝对中心的 薛妖心里现在有多磨心啊 她生怕我吃亏 还给我签了新房合同的金子 彤彤你说什么 签了什么 合同啊 你你看清楚了吗 是房子的合同吗 我没看啊里面的内容 你签合同怎么不看呢 看那样干什么呀 多浪费时间呢 我算是知道为什么上一世彤彤死后 需要这么胜利地 继承了一半下家的财产 你想什么呢 我在这么快 彤彤 要是我告诉你 需要处心积虑地接近你 不是因为爱你 是 是想要得到你们家的财产 你相信吗 你说什么 需要那么爱我怎么可能呢 这个需要 狐狸尾巴没露出来之前 隐藏的比贺头也好太多了 也难怪彤彤如此坚信 彤彤 你相信我 我们给需要做个测试了 啊 彤彤出去了 哦 先生 你虽然是彤彤名称的哥哥 但是也不至于 这么随便进彤彤的家吧 这是我们的家事 彤彤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点事儿 我还是有权干预的吧 奇妖 别以为你在搞什么鬼我不知道 十七点的话 遭到你彤彤身边离开 离开 该离开的恐怕是你这个假猩猩的大哥吧 就你对彤彤做的那点卧槽的事儿 别人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吗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一辈子熟在谈的军队 余嘉宇决定 将所有的资产留给我 让我担你一下消毒 你开什么玩笑 这怎么可能 你明明不过就是余嘉宇的养子罢了 所以 即使你跟彤彤结婚 你也一分钱也没得到 不可能 你觉得你说这些鬼话我不信吗 你不信 可以打电话给彤彤 喂 彤彤 喂徐儿 彤彤呀 我今天上班 听公司同事说 你办事准备把余嘉之组成给附后人 你怎么知道 我们余嘉 还没有对外公布啊 啊 这 这是真的 徐儿 那个 我已然说了 他会保证我的痴症不愁的 徐儿 你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那徐儿我们明晚可以 不会的 徐儿不会是这种人的 彤彤 我知道这样对你来说有点残忍 但是 我们是为了保护你 这是你那天签的合同 我让顾明瑞托人拿过来了 你好好看看 这是一份财产分割合同 如果你能结婚了 你因为意外死亡 那么你所有的财产都光归需要所有 那么要求罢了 你 那 我 你 你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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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就算宇佳侍被传给了你 那又怎么样 看来你是真不死心的 童童他可只听我一个人 我一定会让他把属于自己的躲回来 看来你的胃口是真不小的 你们故乡的所有 早晚都是我的 童童 你怎么在这 童童 你刚刚听到了什么 都是这个 吴伟然 我真没这个意思了 你听我说了 我对你都是真心的 都是这个 这个吴伟然 吴伟然 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已经录下来了 你要是再狡辩的话 我不建议重新播放你 你 你们 童童 你居然试探我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啊 不这样对你 怎么能够揭露你的真面子 人渣 你怎么能够揭露你的真面子 童童 你听我说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个样子 我以后再也想看了 立马从这儿拨拨出去 有你陪在童童身边 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好 你已经守护他这么久了 他也该发现你的好 去吧 怎么了 这么快就把我电话号码都删除了 是啊 明锐不喜欢我跟其他男人有太多联系 尤其是前男友 明锐明锐 你才认识他多久 叫他这么亲热 我们已经结婚了 怎么不能叫亲人了 再说了 虽然我们没有认识多久 但是他已经存在于我的生意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不做什么 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 我很忙 我听说 你进梦氏集团上班了 怎么了 谈生意 何必对我这么朗朗冰冰啊 我们相害了这么多年 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清清 晚上能邀请你一起吃饭吗 没空 我们之前难道不应该说清楚吗 至少给我一次熟睡的机会啊 有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电话里边很难说清楚 那就别说了 就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发誓 这次之后 如果你不原谅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缠着你了 好 我倒是想知道 赫藤你到底又要耍什么阴招 可以恶心到什么程度 下班了 下班了 怎么了 没事 没事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约了赫藤 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安排人监视他 我看到他约了一家餐厅 是你们之前经常去的那家 为什么突然有一种被抓奸的感觉 对 我有些事要跟他说清楚 喂 喂 就这样吧 这刚刚不是还如目充分的 现在怎么 往里飘雪了 你们都已经是明镜严寿的夫妻了 你们都已经是明镜严寿的夫妻了 不就是见了一个扛了十几年 还差点结婚的前男友吗 不爱是的 哎 教授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呢 在南非特别适合 要不然 对对对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在我家耗子干嘛呀 赶紧走啊 这家伙怎么结婚以后 身手都多 不好意思啊 上班事情比较多 晚了两个小时 没关系 等你脱下来没关系 我记得你最喜欢吃他们家的牛奶了 搭配上他们家的蘑菇酱 看成这样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不知道我是蘑菇过敏的 你看我看我 光想着看到美食和你分享 我都忘记你对蘑菇过敏了 秦秦 我听说你去公司上班了 之前怎么没听说过你要上班 闲着也是闲着 是不是顾明瑞对你不好 让你没有安全感 当然不是 我就是怕你跟着顾明瑞受委屈 毕竟他口碑是真的不好 与其担心我跟顾明瑞怎么样 倒不是说是我们 不是说要说清楚吗 秦秦 我最近想了很多 当时孟娇夏要勾引我 想要我娶她 我自始至终都是爱你的 我怎么可能娶她 我是真的没想到事情 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秦秦 你还在怪我吗 我不怪你了 因为现在我跟你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秦秦 你不要逞强了 我知道你还爱我 我也知道 你是因为生气 所以才嫁给顾明瑞 你这样 我真的很担心你 我不爱你 听清楚了吗 我还要感谢你跟孟娇 因为你们 我才有机会放下我们的婚约 才能嫁给顾明瑞 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 既然你说你现在的生活就是你想要的 那么我祝福你 谢谢 秦秦啊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我为什么要原谅你 你要我怎么做才能减少对你的伤害 离我远点 孟娇啊 我们相爱这么多年 难道最后连朋友都做不了吗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跟我做朋友 我看你也没什么话说了 我先走了 你放开我 放开你 放开你 放开你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好 不就全白费了吗 可得你是臭手 你没事吧 傻的你 放开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顾明瑞 可是从你一进来 就在外面等着了 我看啊 他比谁都担心你 他比谁都担心你 他比谁都好呢 你们走 赵神来 真假的交给你吧 你放心吧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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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事多谢你了 我知道今天去见河童有点冒险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 我没问题 金晴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不是没事吗 我今天很生气 我当时知道你跟河童 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知道 你生气了 我失错了 琴琴 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装傻呀 我知道你明白我的心意 包括你让我去抢婚的时候 那一刻起我对你 我先就行了 别走 你走了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没有勇气跟你说这些 琴琴我真的是担心你出什么事 我这不是没事吗 我有事 琴琴 从一开始我就真的喜欢你 反正不管怎么说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 顾明瑞的妻子 是我顾明瑞一辈子认你的妻子 不再是什么合作关系 就像那天 我在婚礼现场跟你说的一样 一辈子招 少姑娘 我去逛街 不变吗 我说僅僅has 你现在心情这么好 早就别工作 咱们去逛街 哎 你看马上就好了 哎我说童童 你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 哎 我都想清楚了 男人不要就不要 是吗 我怎么听说吴卫然 今天往你家跑都会这么大 哎呀晴晴你别瞎说 他就是替我爸照顾我 就这么简单 你又放心 哎呀不说了咱们放电头 顾余瑞 余小姐 可以放开我的老婆吗 我要带着我的老婆呀 去约会了 约会约什么会啊 我今天早上不是跟你说了吗 今天是我们100天的纪念人呀 金家 你老公都被什么争了 以后 每个100天 我都不一直在 日落赢了 哇 哈哈哈哈